其实有个朋友就会问你 他说建行、工行和招商银行应该怎么选择 建行你刚才拿了 比如说招商和建行当中你又会怎么选择 其实真的看风险取向 建行给你拨打到 刚刚说的利好因素中了 正啊 看了多少 5.6元而已 上升空间不会太多 你要看到6元的位置我觉得非常困难 去到6元的位置是恒指建帝 23.17元建帝的那些憧憬一定出发 所以你想想这个机会是什么 那你如果做短线的 当然是拨打商银行 升起来升得比较多 但是同样地一旦拨打错 就是迟迟不降准 或者甚至内地的银行 或者内房的债务又再次爆得很厉害 维统性风险出来了 可能爆完之后才升 那它的回马昌实际上一定比较大 所以看你的心态是什么 你求求稳稳稳稳求收息的话 你不贪心 买建行一定是比较有好处的 但是升得没那么多 但是你做短线部署 你是说追求快 开心 那怎么会买建行的 建行被你博中了 你也赚得不多 但是现在市场上 现在其实我都说 港股署一个叫做赌场状况 高风险过回报 那你说如果论爆发力 走得比较快的 一定是以柔柱行 或者招商银行为主 所以你说两只 这两只最极端的 一只比较进取 一只就是最稳健 那你选中间位的时候 就有柱行 你再没有idea的时候 三只都买了 分约及纳 你看你想要什么 你想风风光光 在板块上博 很有信心的 你看是柏招商银行 或者邮柱行 来安全起见 求稳定的 这个市况求跌 斗跌得少的 健康就帮到你了